我們回答另一隻1299有邦 卡卡問的 他說現在是否收集的好選擇呢 他想長期持有的 還有他是想薄反彈的 昨天低位其實見過7字頭 79元的見過 有邦是嗎 是有邦1299 有邦我會覺得其實是個 我們很多人心目中會覺得 兩大股份是很穩的 我經常說香港絕大股票都不正常的 那當然是正常的大股 左右悶實有兩隻 一隻是港交送 另外一隻是有邦 但如果我自己無論在其他頻道 或者做教學那裏 我首先都會說 這兩個股份我認同 我都很尊重的 但是很尊重得來 我會傾向選擇港交所 是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有邦 大家知道 或者可能大家未必知道 其實在今年整體保險 就是講香港的地方 澳東香港的地方 其實你不要說有邦 譬如說所有同行都是這樣的 有邦 譬如說宏里 保城 我肯定我們全世界都一樣的 就是跑數 我們俗稱 是真的相對比較困難的 今年這個 這個是有很多重的所謂的因素 包括了可能經濟下行了 或者很多人之前已經是因為疫情高峰期 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就是投資單 就是提前消費了 還有就是說可以補充科目的點 就是很多人今年的傾向 就是以我 因為坦誠說 我有不少保險公司的人 可能高速低層我也認識的 都有深入交流過聊天 因為我們做股票基金 就是我們都想跟別人交流一些主力行業的 今天我們聽到很多 feedback 其實他就是說 很多人 他今年為什麼保險不是很投資呢 很有趣 因為他們是轉 investment link的 product 是 而轉 investment link的 product 他們可能甚至 即是很大機會 不買保險公司的 investment link 他們直接可能就是做證據行 或者開帳戶或者買基金 就是買別人的獨立那些基金 然後呼你預約一下 或者保險公司去買 反而的傾向是這樣的 可能就是因為 去到年中左右 市大跌 所以很多人就抄底 或者保險的資金已經是買了保單 他說我現在不用投一些安全的東西 protection 我杜邦主要是aggressive 杜邦主要的情況是這樣的 所以又令到整體 就是在香港比較主力 對友邦貢獻的市場 其實你看到跑那條數 保險單的數是相對比較困難 所以就是說 友邦已經盡了一切的力量 我們會尊重他的 就是尊重還是尊重 做數不是很漂亮或不是很漂亮 這個不是很漂亮的數 其實在第三季的業績 我們都會看到的 所以就是說 而且友邦在先天裡面 它所有東西完美得來 就有一件事 就是例牌不完美的 通常很多優秀的股票 都有意外的特質 再說一次就是 所有東西都完美 但是有件事是不完美 哪一件事是不完美的 Variation 不完美 即是貴的 我們俗稱便宜的東西沒有好 好東西沒有便宜的原理 變成有邦時的股值 一直都是相對比較高的 如果跑數比較困難的時候 然後再加上現在股市有紅紅地 就變成借了一些儀 即是加上去 Variation 是稍微加上去 變成圖形成圓拱形 這樣派下去 我會覺得 你買的話 不是說不行 但問題就是 那個波幅率 或者那個反彈力 會相對比較弱一點 我會覺得 是的 解论 德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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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